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路逐街走了 刚好有个人齐建明镜路过 他就主动停下来跟我去哪 我想我也不知道我去了 然后后来他说他就双了 那我说那你就把我带到双廊去呗 他就帮我带到一个亲女 我跟他讲 等我这么前的合作请你吃个饭 感谢你帮我带到这里了 包括青岛 四川 北京 也有去过 虽然流浪歌手的生活都有积蓄 但是在期间也学会了 认识了很多的人 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只有把自己变得更有内容 更丰富自己 才有机会来实现自己更好的一个梦想 当时背着其他在外面走了三个多月吧 然后回到了黄山 回来了之后呢 觉得这个生活还是要继续嘛 能一直做一个流浪歌手吧 继续做我灯光音响的 注定的几个工作 有没有接触到很多这种演出啊 乐手啊 大家都朋友 我来就组了这个乐队 2015年下半年的时候成立的 我们是四个人 一起排练一些演出 我们乐队的成员都是来自高航歌业 我们因为共同的音乐爱好 回到了一起 我是莫吉他坚主唱 有时候是自己写歌 有时候是乐队一起来 有时候快啊 有时候慢 快的时候几个小时一天 出来个小代目 然后再慢慢去打 有时候可能就 好几个月都没有什么灵感去写 目前为止录制出来 完整的只有三首 吞起的你 黄山的冬天如实一生 我们的歌曲呢 对黄山这边的电子台啊 黄山日报 黄山教果啊 都有使用过 吞起的你 后来也为央视的一个纪录片 人文地理第六集 徐觅徐周用作了片尾曲 给银子被更多的人 听到了这个歌 也就是非常开心 我的这些歌曲啊 都没有收费 大家都可以去用 《民谣》是属于生活的 是平淡生活里的诗歌 是理想人生的结果 是属于每一个灵魂的慰藉 就像一句 能够引人共鸣的话 一定发自肺腑 一首足够勾起回忆的歌 一定是源于时光 演出的话 你像我们本地黄山啊 每年会有一些啤酒节啊 小型的那种音乐节 都会去参加 我们乐队圈会自发组织 有一个摇滚跨年 就在每年的12月上的你好 第一次参加跨年的时候 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第一场演出也是 2016年到2017年的 摇滚跨年演出 我记得当时我上台的时候 我说 大家好 我是刚刚的灯光师 现在上台给大家演出 大家也对 我们的演出也都还挺喜欢的 就是做了一段时间 幕后之后 在上台演出 觉得还OK 还有人会认可 就还挺开心的 后来疫情来了 我的所有的工作都停止了 演出也停了 刚好那个时候呢 直播短视频 星期当时就是想 结合这个爱好 唱歌这个地方 来拍一些短视频 有点喜欢这个 灰州文化的东西 也就会去研究一下 也想把这个东西 唱成歌把它唱出 宣扬我们传统的文化 结合着现代的这种表达方式 把它表达出来 爱清炖吃鸡 他爱香菇榜丽 会再代表牌第一 要是做过鱼 吃鱼 我来讲 主动大货嘛 想基于本地的这些美食来做 只要是宣传黄山 传播黄山的事情 我都非常愿意去做 我要把黄山的美食 特产 还有惠文化 传播出去 不仅通过歌声 更是通过我们年轻人的方式 这么多年在黄山 也渐渐爱上了这种感觉 还有一定的文化底里 有一定的烟雨江南的感觉在这里 让人很舒服 包括现在也在这边成家了嘛 包括孩子也都在这里 感觉它也是我的第二互乡嘛 所以还是很爱黄山的 这边的油漫 USA 呃 我们建议当地的 每一个都中想 从什么都是 在难不思考的